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方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现在已经岁末年初了 那我们来盘点一下 2021年按市值来排名的前30大虚拟货币 我们到底是赚钱了还是亏钱了 到最高点的67,566这样一个高点 现在已经回落到了46,000多 根据coinmark上面的数据 我是做了这样一张表 剔除了稳定币 筛选出了前30市值的虚拟货币 好首先第一个是Bitcoin 它从2020年的12月20日的23,477 到现在的46,039 那现在已经从67,000多 所有时间最高点回调到了 现在46,039 仍然有96%的增幅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 那这个公式就是我们通过集2 今天的市值减去一年前的市值 除以一年前的这个价格 然后再乘上一个百分比 就是这一整年的我们收益率 那这张表格我们就这样拖拉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用的是google.com 这张表格的link我也会放在影片的下方 那第二个呢 我们看一下还是老二啊 就是以太坊 一年前的是638美元 截止到昨天为止呢是3810 那它整个一个2021年的年化回报率是497% 接近于500%啊 也是非常惊人的投资回报率 那我们看一下coin markup上面这张表 我们从全球的走势图 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是所有包括稳定币啊 包括加密货币总资产的年度走势图 最高的时候是接近三个trillion 3万亿美元 现在是回落到了21000万亿美元 这张图呢 就是占总市值的一个百分比 全部的时间的视野来看 我们从2013年比特币刚刚出来的时候 它是占有了94%啊 2016年3月份之前呢 它几乎占了差不多有90%以上 那只有到以太坊出来 开始逐渐的回调 直到2017年6月19号这一天 来到了比特币和以太坊 针锋相对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 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比特币还是占有整个加密货币市场 71.68%的这样一个市值 而到我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来看呢 比特币已经跌落到了总市值的41% 以太坊呢 比年初略有提升啊 是从10%左右提升到了21%的这样一个市值 其他的山寨币呢 还是一个平稳的增长过程当中 第一第二呢 还是占据了整个加密货币的60%多 一个市场的份额 排名第三呢 市场份额占有4%左右的币安币 这也是非常厉害的 它是一个平台币 牢牢的占据在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4%左右 就是币安币了 一年前的今天 它的价格是34美元 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的514 那它的增幅是1411% 涨了14倍左右 那更加夸张了 第四个就是Solana Solana呢 号称是以太坊的杀手 那它也解决了很多的这个部分的问题 它从一年前的1块6涨到了172块 它的增幅就更加吓人了 它就是前面几个市值当中 是名副其实的百倍币了 增长了差不多有106倍 年化的投资回报率是10650% 是非常惊人的这样的成就 但是如果你是从一年前的今天一直持有到现在是有这么多的回报 那第五个Cardano一年前的今天的0.16美元涨到了现在的1.22美元 它的涨幅是662% 它没有达到10倍 但也是非常不错 基本上有6倍左右 那你是不是赚钱呢 我其实也持有一部分Cardano 但是我并没有在Cardano这个项目上面赚钱 我是在一个比较高的点进去 那这个回报率是指一年前的经验持有到现在 如果你是这个时间的一个高点进去 到现在可能你还没有盈利 我还是长期看好Cardano 至少是前面几个排名的货币 它的一个长期的表现 我还是觉得是可以期待的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的并不是一个整个区块链的一个高点 而是现在是一个逐渐回落这样一个趋势 但是从一年前的今天看一整年来 前面30大的虚拟货币是没有一个是亏钱的 那我的意思是你要从一年前的今天持有到现在 那我们继续看第六个虚拟货币叫Ripple 瑞波币代号是XRP 从一年前的0.56美元涨幅到现在0.86 那整个一个年化收益率是51.79% 那这个收益率是前面五个当中最低的 但是它仍旧有51.79%的回报率 它主要是专注于数字支付网络 以及货币兑换网络来处理这些金融交易的 那瑞波币呢 它是整个一个瑞波系统当中一个流动性的工具 是一个桥梁的货币 也是各种货币之间的兑换的这样一个中间品 在瑞波的这样一个系统内 如果你不对换成瑞波XRP的话 就很难进行跨网关的这样一个转账 那它基本上是这样一个作用 那瑞波币呢 也是非常老牌的一个虚拟货币 我们从全球的虚拟货币的总市值表的 整个生命周期来看 瑞波币它是出现在2013年 第一批出现的虚拟货币 但是它整个一个涨幅呢 远远没有比特币这么多 所以说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一下第八个 Terra就是Luna 它的回报率也是非常惊人的 是目前为止 讲到第八名来说 它是排名第一的 一年前的今天的0.49美元 今天这个时间节点77美元 它涨幅是156倍 也就是有15614%的这样一个涨幅 是非常惊人的 Terra是一个完全数字化的 去中心化金融机构的最佳的方式 它有自己的中央储备 它的客户可以从它的资产当中去赚取利息 并且通过它的支付消费 甚至是投资组合成股票 而代币Terra 就是它的代码叫Luna 它支撑的公司大部分的工作 Average雪崩AVAX 它从一年前的3.3美元涨到了 现在103美元 它的年化收益率也有3021% 这些虚拟货币的涨幅 是不是跟我们现实世界有点格格不入 它的涨幅不是3%2%10% 而是3000%1万的这样一个比例 但是有这么高的回报率 肯定会有一定的风险 我今天这个影片并不是告诉大家 虚拟货币是一定会赚钱的 我们看到的仅仅是 从这一整年的持有的收益率来看 但是往往现实的情况是 你并不是一年前开始持有的 而往往是在年中 或者是在8月份9月份 这样一个高点介入的 你看到的是一个亏损 而不是涨幅 第十名的POKTA 它的代号是DOTA 这也是今年非常热门的项目 它从一年前的5.2美元涨到24年化 投资回报率还是有361% 第十一名DOGECOIN DOGECOIN 我们已经讲了非常多次了 就是我们狗狗币 它的喊单的人就是Elon Musk 在一年前是0.004 在这一年前我是不知道 有这样一个虚拟货币 其实它这个虚拟货币已经出现非常之久了 如果你在几年前持有到现在 你的回报率是惊人的 我们还是看一年前的今天 2020年的12月20日 它的价值是0.0046美元 而现在是0.1643 我们曾经介绍过它的高点来到过0.7美元 大家的热情非常的高涨 有人在预测2021年5月份的时候能够突破到1美元 但其实我们到年末来看 它回落到了0.1643 有这么多的回落 但是我们从这一整年来看 它的投资回报率甚至达到了3471 如果是一年前持有到现在这样一个情况 如果你是当中持有的并没有这么多的回报率 我们来看第12名 Shiba Inno 它是今年开始爆发的 Shiba Inno就是柴犬币 由于像Dogecoin这样的动物的民营币带头 它是出来的第二个基于台访的这样一个虚拟货币 Shiba Inno的这种发行 它的营销故事是讲得非常好 有关于Shiba Inno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这期影片 我那期影片当中也比较详细的描述了 Shiba Inno的这样一个历史来源 以及它为什么会涨幅 由两期节目来讲到了Shiba Inno 就柴犬币 它是一个区块链的一个神话 那它是从年初的0.0000 我们已经不知道几个0了 差不多是很多个0 那不同的数据显示 它这个0的数量是不一样的 那我看到可能是有7个0 然后一个8 那到现在为止 它是4个02945 那涨幅是有36,712投资界的一个神话 它已经不仅是局限于区块链了 但也只有像在区块链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 才会诞生这样神奇的事情 好 那第13名Polygon马蹄 那它从一年前的0.019美元涨到现在的2.09美元 它涨幅也有10,09% 第14名是Crypto.com 它应该也是一个平台币 那它这是解决数字货币的支付的问题 它从一年前的0.066美元到现在的0.4933美元 它涨幅是有647% 第15名莱特Litecoin是莱特币 那莱特币也是非常老牌的一个区块链货币 但是它这一整年只有27.83%的涨幅 第15名是我一直持有的是UNISWA 但是它的表现并不是尽如人意的 一年前的今天3块8到现在的14块2毛6 它还是有275%的涨幅 UNICORN我们从CoinMarketCap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交易所当中 Decentraland 就是去中心化交易所当中排名 一度是靠前的 现在是由DYDX来超越了 相信它的后期还是有一定的增长的 我们看一下ChenLin代币名称叫Lin 一年前13块1涨到了现在18块4毛5 它涨幅是比如40%多 ChenLin是很多人看好的这样一个项目 它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它的市场表现并不是非常的好 反而我觉得这些平稳增长的虚拟货币 还是有一些后发的优势 因为有一些已经涨到了一万多 一千多的一些虚拟货币 如果你现在去跟进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收益 反而是这些慢慢增长的虚拟货币 一旦爆发 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这些虚拟货币 我觉得都可以单独的做一些影片 来对它进行一个深入的解读和分析 做这些影片的同时 也是我一个积累这些知识的一个点 我把它充分的了解好之后 用影片形式分享给大家 并不是让大家去参与到每一个项目当中 我们了解了整个项目的背景知识 再去看它的价格变化 再去看它背后的这些逻辑 我们会有不同的视角 如果这些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非常感谢你 给我一个赞 我们继续 第17个Agron 从0.34美元涨到1.29美元 它有279%的涨幅 而Bitcoin Cash 这是一个Bitcoin的分叉之后的产物 但是还是有涨幅 并不是说你分叉之后就是亏钱了 就没人去理会了 它还有万万的21.84%的涨幅 好第19个TROM Trump 它代币的名称是TIX 我记得2017年左右的时候 了解了这个年轻人 他的创始人是孙宇诚 孙宇诚他的节目 我正在策划当中 还是有点传奇色彩的 是一个90后和巴菲特的午餐 还有号称是 马云西部大学的第一位90后 整整的这一些 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 这样一个年轻人 而且非常会表现营销的奇才 我们肯定都用过 基于TRC20的这样一个链路 来传输稳定币 这个就是由TROM来提供的 有关于TROM和孙宇诚 我会专门做影片给大家讲解 从一年前的0.031美元 到了0.076 它有154%的增长 Stella XLM从0.8美元涨到0.2661 它的涨幅是47% 然后继续往下看是Decentraland 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元宇宙的基石的项目 它的代币是mana 其实我是持有的 它一年前是仅仅只有0.089 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来看 它是3.14美元 它涨幅是有3428% 但是非常遗憾 我是在一个比较高的点 拿了它的一些现货 目前最乎是持平 没有这个3000%多的这样一个回报 同时我也在派网上面 使用这个mana来做 马丁格尔机器人 我看一下 还是有不错的回报 并没有持有现货这么高 所以说有时候 我们去做各种机器人也好 去操作 去交易走差价 并没有持有现货 回报率来得高 我们从整个表现来看 相比于你去做一些操作来说 会更加的稳健一些 所以我的长期的一个观点 我的大部分的一些零花钱 还是长期的持有现货 就拿少量的资金来进行 比如说机器人的实验 但如果实验结果好的话 我可能会留比较多的一些资金 进行各种交易方式的体验 第22名也是元宇宙的项目 叫Asic Infinity 我们之前也有影片介绍过的 Asic Infinity代币的名称是AXS 它从一年前的0.69美元 到现在的91.31 它有13000多的回报 第23是Hedra 代币名称是HBAR 一年前是0.037美元 到现在0.307 有729%的涨幅 第24是FTX Token 这个是交易所的平台币 FTX交易所 我以后也会做专门的影片 来给大家讲解 FTT可以抵扣掉一些矿工费 甚至你持有FTT的代币 在你转账的时候 可能会直接减免掉你的矿工费 也就是说你可以零矿工费的 在不同的钱包之间进行代币的转移 一年前的5块钱涨到了现在的39块钱 涨幅也是有684% 好第25名VChain VET 它从0.016涨到0.078 也有387% 涅一年前的1.1美元涨到了8.4% 那有670%的涨幅 还有Cosmo 它从一年前的5块钱涨到现在的21块钱 那它涨幅也有328% 第28名我们之前讲过的Fircon Web3.0的这张即时项目 有兴趣小伴可以去看一下这期影片 我们是讲到Web3的一些即时的项目 Fircon是其中的一个 但是它的表现现在并不是非常的好 那它从一年前的28块钱到现在的34块钱 它涨幅只有21% 几乎是垫底 好下一个是Alon代币的名称是EGLD 那它从一年前的25块钱涨到了现在的233块钱 它涨幅也是非常高 它是有813% 那第30名是以太坊经典 Ethelon的ETC 这跟ETH不一样 有些小伙伴还经常会问我ETC和ETH什么关系 那其实ETC就是ETH的一个分叉的形式 并不是说分叉之后ETH就归ETH去发展 而以太坊的经典的ETC就无人问津了 它并没有 它从一年前的6.5美元还是涨到了34.1 还是有400%多的涨幅 而以太坊我们从一年前的现在来看 几乎是一样 所以说以太坊的经典ETC和ETH 它涨幅是差不多的 只是它的单个的币的价值会少一点 你是一年前持有这些货币到现在的吗 你持有的又是哪一些加密货币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跟大家来互动一下 如果是明年来看这个时间节点 会不会仍旧是这些项目还是一些新的项目 我相信前30的这些项目肯定会有很多的变化 因为我们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看 很多的这些项目在一年前的今天还没有 也就是说它是在2021年的时间节点去发布出来的 有足够的运气 你能够找到这些十倍币百倍币 甚至有千倍币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运气 你没有这个时间去选择去搜索 你不想碰这个运气 你老老实实的去持有第一第二 像比特币以太坊这些龙头的货币 虽然你可能没有这些千倍币百倍币这么多的涨幅 但是还是有比较稳的这样一个收入 它是持续往上走的 但是我这个话又不能说的这么满 比特币的周期大家要考虑到 它这个周期可能会有进行回调 这个回调到底是一年还是两年 任何人都难以预测的 很多老师在对加密货币的评价 就是短期无法预测 长期无需预测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 这叫虚拟货币的革命 它的副标题是比特币只是开始 由现在的早教前大学研究生医院的教授 曾经也一度是担任东京大学教授的野口优济雄 这本书是写于2014年的 他说革命这种运动是人类力量无法阻止压制的存在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这些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非常感谢你给我一个赞 我的频道会长期关注 我在区块链方面学习的内容 还有一些好的APP 好的软件 我也会做成影片 其实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也对这些内容感兴趣 你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就不会和我最新的那种插件而过了 我们下期再见